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就要来思考如何去把这个文件的作者标上去 怎么做到这件事 第一件事情选工具 选工具 那你一定会说那为什么不是选档案 整个档案我要知道说它是来自于哪一份文件 可是我是要告诉各位说刚刚我提到一个观念 就是不管是write calc或者是inplace都有可能需要去标注文件是谁做的 好 因为这样子一个观念 所以请去找工具底下的选项 因为等于是说整体每一个都需要去做这件事 好 点选工具底下的选项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先来看 它就区分成关于整个liber office的 关于write的 关于资料库的 好 那我们当时要在这边去设定liber office 使用者 使用者 那公司我们是学校单位 所以我们就直接输入ymu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去输入自己的姓名 好 那这个地方呢 就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如果是英文 如果是英文 那这边是姓 应该说是名 然后姓 然后这是中间 那我这边 我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是直接先放我的姓 然后再来放我的名字 然后直接点选确定 这样子我就设定好 这份文件的作者是谁了